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5月16日 已經是星期四了 還有幾天就是台灣新總統賴清德就職典禮 中共一直 搞一些小動作 包括之前的軍機不斷地騷擾台灣 剛剛國台辦也宣布 要制裁台灣 這次 是制裁民間一些名嘴 他們就說這些名嘴 發放虛假的大陸訊息 冒陷 大陸高鐵沒有靠杯 人民 吃不起茶葉蛋等等 結果國台辦就對他們進行制裁 要對這些人 以及他們的家屬進行懲戒 強調輿論不是法外之地 這個基本上是大陸針對台灣民間 是第一次的制裁 制裁的是甚麼人呢 就是把於北辰 黃毅邨 李政浩 劉寶傑 黃世聰等等 這幾個名嘴 於北辰 黃毅邨 香港人不是那麼熟 於北辰是退役的軍官 現在是一個市議員 黃毅邨 好像這次選不到 之前呢 他曾經在台灣人氣好成 文進也說幫他搞一些 做勢 希望他可以選到 李政浩 劉寶傑和黃世聰 大家這個名字可能會比較熟 因為他們就是關鍵時刻的鐵膽主持 劉寶傑當然就是那個主持 已經60歲了 大家看不出他的樣子 已經60歲了 大陸的國台辦發言人 陳斌華 在15日昨天上午 就官媒看台海詢問 有台灣名嘴胡亂編造大陸人民吃不起茶葉彈 大陸高鐵沒有靠背等等 虛假訊息 三部謠言抹黑大陸 傳出大陸 將研究 情治措施 予以證實 陳斌華指出 在一段時間以來 黃世聰 李政浩 黃毅邨 於北辰劉寶傑等少數台灣的所謂名嘴 罔顧大陸發展進步的事實 蓄意編造有關大陸的虛假訊息 負面訊息 並通過電視 網絡 報刊等媒體大肆傳播 他們的錯誤言論 部分 是將 賭民蒙蔽的 甚至乎挑動兩岸敵義對立 傷害兩岸同胞感情 事實清楚 情節嚴重 這件事我覺得很好笑 他宣布 大陸方面將依法對上述五人 以及他的家屬實施懲戒 他就說 對惡的沉默和中庸 就是對善的不公與傷害 中共 說的話全部都是天上 最美好的事情 最美好的池組 最正義的角度 但是 做著 最卑鄙無恥 最下樓之間的勾當就是中共 輿論不是法外之地 任何偏造散播謠言 擾亂社會秩序 損害國家榮譽和利益的行為 都將受到法律懲處 中共就是最能做這些 偏造謠言 散播謠言 擾亂社會秩序 傷害中國人民感情 最深的就是中共 好了 此外賴清德政府已經宣布的名單之中 有很多獨派色彩的人士 不少也都被大陸列為 頑固分子 對此陳彬華表示 一段時間以來 民進黨當局 堅持頑固的台獨分裂立場 他不承認體現一個中國的原則 九二共識 指使縱容台獨頑固分子公然宣揚兩國律 大肆歐連外部勢力謀毒挑釁 蓄意挑動激化兩岸對立對抗 粗暴阻礙限制兩岸正常交流 不斷推高台海形勢緊張動盪 好了 他不斷在說台獨 我也反對台獨 因為台灣本身是一個 主權獨立的中華民國 關你甚麼事 我們反對中毒 反對中共 把中華民國 分裂他的領土 把 神州 還有蒙古國也出賣給蘇聯 你要 祖國統一 應該把蒙古拿回來 你是你大頭簽署 將蒙古分裂出去的 中華民國的地圖是一個抽海塘 而且不是一隻雞 被中共賣了分之後 就變成了一隻雞了 是不是 還是一隻雞 只是一隻雞 還是一隻單腳雞 好了 他指台獨分裂 背起民族大意 背離民心大誓 嚴重危害國家主權 安全發展利益 並強調 對此我們絕不容忍 絕不姑息 絕不會聽之任之 對那些涉毒的言行惡劣 謀毒 活動槍決的橫顧分子 國家將出台法律 措施 依法嚴厲打擊分裂國家 煽動分裂國家犯罪行為 其實中共這些一直都是做的 1931年 11月7日 當年 毛澤東等等這些漢奸賣國賊 在江西瑞金 成立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網圖 將瑞金分裂出去 由中華民國的神聖領土外分裂出去 這些漢奸之後 還在福建北部敏北地區 建立英國革命根據地 之後 不斷的挑戰中華民國 這群漢奸 你說該不該死 是不是應該猖獗 結果老長沒有辦法 太仁慈 放過這群人渣 放過這群敗類 現在看到共產黨 將這個 員工打成被告 他自己是加害者 反而變成員工 陳斌華提到 國家出台 情毒的法律措施 針對的是極少數台獨分子 以及他的分裂活動 絕非台灣同胞 希望廣大的台灣同胞 堅守民族大義 順應歷史大勢 認請台獨分裂的極端危害性 建決抵制 反對任何台獨分裂行徑 這件事很可笑 那五個名嘴 實際上是不是真的說那麼多呢 其實每個台灣的名嘴都是說你大陸 怎麼不堪的 大陸是有高鐵 但是大陸高鐵欠了多少債 大陸有多少人可以現在得起高鐵呢 大陸人是不是吃不起茶葉蛋呢 不是每個人吃不起 不過有很多人已經吃不起了 試問 一個找1000元一個月的人吃什麼茶葉蛋呢 吃白飯 白飯青菜啦 茶葉蛋他們真的吃不起 不是開玩笑 以前我也覺得這個 是抹黑 你現在看中國的現實 你試問一下中國有多少老百姓吃得起茶葉蛋 可不可以每天吃一顆 吃得起一顆 每天吃得起一顆是兩回事 是不是 你問一下有多少個中國人可以每天吃一顆茶葉蛋 我想統計數字 起碼有6億人吃不起 因為根據李克強的說法 根據中共自己 國家統計局的說法 現在中國賺1000元一個月 以下的 是高達6億人 一個月才賺1000元 一天只有30多元 又要吃又要住 做茶葉蛋 蛋殼也沒得你吃 所以 我們其實看回這幾個名嘴說的東西 是沒甚麼錯的 甚至乎我們覺得他們太溫和了 他們對於中共 其實 只是一些比較 輕烈的口吻 未去到很極端 更極端的是大澳人在 所以國台辦 現在 其實我覺得 為甚麼 臨時想出一些東西 做些東西 如果不做些東西好像甚麼都做不到 馬上馬上上台了 民進黨繼續執政 我們就要武統台灣 武統去了哪裏 沒有了 所以 現在看到中共做的東西 全部都是那些 唐伯虎點抽香的靈王 要發爛邪 發不成那些尿 這樣就發了爛邪了 他不是做這些 基本上沒有東西可以做 也是轉移視線 轉移甚麼視線 轉移美國加他100%關稅 他又說出來說兩句 廢兩聲 要找些東西出來搞的 要不然覺得你好像沒有東西可以做的 國家那麼沒面子 人家制裁你 你不還手的 不還手都還了口嘛 現在大陸好像沒有 沒甚麼能力還口 因為 免得出聲 首先 他制裁你實際的力度又不是很大 也沒有甚麼車 賣去美國 不過 擺明就是 掌摑習近平 這些事情 他們不說得出口 唯有把目標放在台灣 反正下個星期 然後就 就職了 就職典禮 你們可以做甚麼呢 派多幾個軍機去 騷擾一下台灣 只能夠做這些事情 當然台灣也很引揚 因為免得有甚麼事 擦槍走火 讓中共有藉口 大家知道 中共最厲害找藉口 當年七七露溝橋事件 就是中共 發動的 他就襲擊 日軍 接著就襲擊國軍 兩方面交火起來 然後就爆發 盧溝橋事件 提早引爆日本親華 為甚麼要這樣做 因為當時蘇聯下了命令 你一定要引開日本主義 別讓日本搞我們 不然東西線 一邊納粹德國 日本我們搞不定 結果 就令日本提早親華 放棄打蘇聯 這件事實際上 蘇聯是把日本嫁禍 把這個禍嫁給中國 由中國人承受日本的侵略 當然啦 喝水也不敢得牛頭低 如果他本身不是有擴張的野心 就不會那麼早動手 國民政府在沒有準備之下 無端端開戰 當時根本就不想打 也是中共 盧溝橋事件 挑起了之後 他還要做一件事 做一件事 就是發動西安事變 逼 國共一起抗日 逼國民黨全面抗日 如果不是 實際上你拖著節奏 其實國民黨因為 知道不夠日本打人 國力強那麼多 只能夠拖著 結果共產黨當然不需要 我們不拖著你 日軍就有能力 有餘力去搞 蘇聯 好了 這一節我們暫時先說到這裏 總之中共每一次做這些事 其實他 也是有一些 陰謀企圖詭計的 我們盡量每一次都聽爆他 希望大家知道他的詭計 這節先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龍浦曲 我們承認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廣告 拜拜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去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國家安全法 基本法23條保護私隱工具 隱藏你的IP地址 隱藏你的網上身份 隱藏你的通訊記錄 隱藏你的消費記錄 Surfshark VPN 國家安全法 23條之下 無時無刻都要打開VPN Gmail 用VPN打開USIP註冊新的Gmail帳戶 美國虛擬電話號碼 Text free 免費試用3天 建議長期付費使用 接收各類短訊及認證碼 虛擬信用卡 Wirex App 新加坡註冊新金融機構Wirex 防止各下消費記錄被追蹤 保護各下私隱 避免國安法及 基本法23條迫害 接收歹 世間 改革註冊新金融機構Wirex 完全有時已分得起 會 旁邊 不得 職位